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2月5日去,随着武汉肺炎疫情不断扩散,中共当局采取大规模封城应对,而中国的经济之都上海市的周边城市几乎全部封城。 有法媒观察到,危险正逼近上海,整个大上海有如陷入一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包围圈。 济湖北几乎全境被封城后,2月4日,中共官方在宣布对十多个城市采取封闭式管理,暂时关闭交通,所有企业一律停工。 首页,新闻资讯,大陆,正文,中国超30地封城,上海被武汉肺炎包围,中国超30地封城,上海被武汉肺炎包围,图为2月3日。 上海医护人员在上海连郊所大厦外面喷洒消毒水。 UFENDING GETTY IMAGES 北京时间,2020年2月5日,12点05分 Facebook Twitter E-mail Print Font Size 简体,新唐人 北京时间2020年2月5日去,随着武汉肺炎疫情不断扩散,中共当局采取大规模封城应对, 而中国的经济之都上海市的周边城市几乎全部封城。 有法媒观察到,危险正逼近上海,整个大上海有如陷入一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包围圈。 济湖北几乎全境被封城后,2月4日,中共官方在宣布对十多个城市采取封闭式管理,暂时关闭交通,所有企业一律停工。 Advertising 据媒体统计,目前,包括湖北省17个已封闭的城市在内,中国全境超过30座城市已经进入封闭式管理。 包括,湖北,武汉市,厄州市,仙桃市。